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我都抱持著好玩的心態去做 那我是一個非常念舊的人 小時候大部分時間和乾爹乾媽生活在一起 乾媽是典型的台灣人 在我四五歲時就跟著乾媽去幫傭 有一次她想把賺的錢拿去買菜 在路上看到有壞掉的菜籃車就想要把蛋回家修好 那時候修完的感動無以言表 那也促成我長大之後喜歡用舊物做創造的熱情 我出生那個時代其實是蠻沒什麼自由的戒嚴的年代 那我是家裡最小的上面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 所以其實總是穿著他們淘汰的舊衣服 那二哥比較胖一點我比較瘦 所以當時我媽會替我準備一個唐老鴨的吊帶 是這個藍白黃相肩的 其實那時候變成有點像現在的所謂的Oversize 所以我很期待用這個吊帶 因為我是全校唯一用吊帶的一個小學生 那到了高中就更加去除了衣服之外 我就開始去從我自己的外型去做一個改造 比如說我的頭髮染色 所以許多人對我的印象會覺得 我是一個比較叛逆跟打破規則的設計師 可是對我來說其實我只是一直在發現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我自己是一個索將 去解鎖以往不曾看過那些風景的過程 對我來說呢工作跟生活其實連在一起的 那因為喜歡所以我從來不會覺得累 反而會沉迷在這個世界裡面 以前我會給自己比較大的壓力 那現在人生其實淡定非常多 人生不會照著你想要的規劃去走 所以抱怨沒什麼用 所謂的成熟呢就是面對那些其實看不慣的東西 也不為它糾結 而嘗試用平和眼光去看待這些事 那我們都應該用生命來豐富每個日子 而不是用日子來堆其生命 回憶很美好說我用回憶來創造 我很喜歡跟回憶有關的東西 那舊物有時候更別具意 Remake系列就是想要創造一個非常獨特的服裝 那也因應了環保的訴求 那五六年代的衣服其實這種舊舊的美 都是新衣上面找不到的 那這次的紐約時裝之後 我特別把爸爸的衣服做成時裝系列 雖然爸媽至今呢不是很支持我做時裝 也沒看過我任何一場秀 但用他們的服裝把它重新改造 就像陪伴在我身邊一樣 堅持很孤獨 總有一萬個理由可以放棄 但是你要堅持 因為最終被看到的都是堅持下來的人 在創作的時候我每一天都被拒絕 被廠商拒絕被客戶拒絕 那就算被拒絕也不會交醒我的熱情 一棵樹要長大葉子總會掉的 當你不能改變外部世界和現狀時 唯一能改變的就是你自己